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孩子 周围谁家做饭了就给他口吃的 这么小的孩子就在外面流浪 看着就让人可怜 顺着村民的指引 我们看到了他 本来还跟周围的孩子们打成一片 见到有陌生人过来 他一下子躲进厕所 怎么拽都不出来 他们都是跟他一块玩的小伙伴 还不能说 男孩叫小旭 十二岁了 每天不上学也不回家 天天都特地我那样玩 昨天晚上咱玩这个人 他回来 隔学家那里住的 他真是个流浪的孩子吗 好说歹说 小家伙总算同意跟我们谈谈 我们现在一个星期了 在这之前你都在哪啊 只要提到家 他就一个动作摇头 他说亲爹家就在这 是父亲 但是他也不敢回去 他说爹妈都有家 但是哪一个都不是他的家 干脆自己在外面混日子吧 别人上课 他只能在外面看着 别人回家 他也只能眼巴巴地瞅着 才十二岁的孩子 怎么能这样整天混着日子过呢 有孩子告诉我们 小旭的爸爸 就在离村子不远的地方住 我们的记者决定去找孩子的父亲谈谈 这位就是小旭的爸爸 从河南老家来沈阳打工两年了 提起儿子 他说自己也是一肚子苦水 他前两天走了一天 走了三年 我都去找他三年 三年 你跟我三年长期 打我两个班 他说自己不是不管他 实在是管不了他 听说孩子在学校 他说 现在就把孩子接回家 无论老爸怎么去 小旭死活就是不跟他走 老爸走了 小旭渐渐平静下来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 大家帮忙 只好先把他安顿在一个小伙伴家里 小伙伴家里啊 毕竟只能是暂时收留小旭 离开小伙伴的家 他还能去哪呢 孩子是真的玩也了不回家 还是不敢回家呢 孩子的父亲答应 过两天带小旭去跟学校商量 让他继续上学 小旭也答应 先在小伙伴家里冷静冷静 父母理议 孩子流落 先是一个小风 又是一个小旭 我们身边还有多少这样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还有多少东西需要 今天内容就是这些 祝各位一周工作顺利 我是曹灵灵 三钟之后 请继续关注新北方 这边客户